本作品透过自行车自动照明装置 安全帽及车身警示灯装置等 提供了骑乘者行驶被动性安全 再透过下坡自动减速装置 提供骑乘者行驶主动性安全 双管旗下创造骑乘自行车 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机制 车上所需的电力 均由自行车上的潜如花骨发电提供 并善用剩余电力储存于可稀式绿痕而内 以供小家电使用 彻底实现绿色人员概念 让行驶安全及环保可以兼得 为绿色科技应用创造绝佳典范 自行车警示灯装置及安全帽警示灯 在自行车手把上打开小灯开关 安全帽及自行车上小灯同时亮起 告知后方用路人 接下来开启头灯开关 头灯接着亮起 头灯接着亮起 接着用手遮光感应器 模拟夜间或阴暗处 头灯自动亮起 手把左侧为方向灯开关 当方向灯开关 拨打左边 自行车及安全帽上 左方向灯亮起 待20秒后 自动关闭 而这20秒是因应法规规定 也是减少骑乘者负担 当方向灯开关拨打右边 自行车及安全帽上 右方向灯亮起 待20秒后 自动关闭 而这20秒的时间 可以因各国法规不同而调整 当骑乘者忘记拨打方向灯而转弯时 自行车及安全帽上 方向灯会自动亮起 此弥补因骑乘者的疏忽 而引起转弯危险 同样20秒后会自动关闭 遇到连续转弯时 自行车的方向灯 可以配合车的转向 自动改变方向闪烁 减少骑乘者的负担 提高转弯的安全性 安全帽上的警示灯电力 来自太阳能发电 可以减少废电池污染 本作品 包含了下坡自动减速功能 确保骑乘者在安全的速度下进行下坡 当车速达到20公里以上 且处在下坡的状况下 随即减速马达开始进行点杀点杀 到20公里以下 或离开下坡路段为止 本车还包括 前轮发电花鼓 及可锡式绿能盒等装置 发电花鼓 供电给绿能盒续电 再由绿能盒供电给车上灯系 及减速马达使用 绿能盒本身是可锡式 所需的电可以提供小家电使用 总括来说 减少其称者操作 增加用路 软软来盒通火